今天买了免费剪了猪肚 给孩子们做个猪肚汤 先拿它洗一下 加点粉 再加点白醋 再吸一遍 再把这些肥油剪掉 剪一剪到把它们会会的被剪掉 再冲洗个水便也算可以了 拿水下锅 葱椒 要请去腥 不快放个面 对面再煮一下 现在拿水沖一下 把这个摆在里面干净 那些干净就行了 把这个石锅里 红枣和姜片 把这个水就不一样 盖上 炖一个小时以上 搅好的猪肉 一点盐 盐好油 生抽 少许老抽生鲜 白胡椒粉 香鲜鲜 香鲜鲜 香鲜的 豆腐木 搅拌均匀 加点酸辣油 蛋白色已经调好了 打上几个鸡蛋做鸡蛋丝 好 放了鸡蛋液 鸡蛋丝 做好了 也可以蒸着吃 鸡蛋丝 用手撕开 放锅底 将鸡蛋丝放在这个蘑菇上面 放点鸡蛋 放点鸡蛋 猪肚子汤 盖上鸡蛋 这个是自己腌的咸鸭针 做个毛肚子咸鸭针 在毛肚子上面 再加点姜片和酸辣 把米饭一起扔手 煮饭去 炒青菜 蒸一下 最后一个炒青菜 青蒜 煮饭 拌一下咸鸡蛋 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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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饭油 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特别的小饭 让味的特色菜 然后真的可慢回来